好来看到玉城部落聚会所在今年3月验收的时候就发现许多缺失 那么近期就有民众向玉里正名代表林彩英反映 聚会所已经变成停车场还有垃圾场 不说还真的不知道是一间聚会所 那么代表会的副主席林彩英在定期大会上也要求公所要立即的做改善 玉城部落聚会所在今年3月验收时就发现许多缺失 而近期有民众向玉里正名代表林彩英反映 聚会所已经变成停车场以及垃圾场 不说还真不知道是聚会所 代表会副主席林彩英在定期大会上要求公所立即改善 现在车子好礼拜五晚上我是没办法照 礼拜五的时候车子全部停在里面 你看那个周边这里面如果说还没有使用的话 已经坏了那怎么办 是不是要怎么去想个办法 或者是去规划一下去设计一下 他的周边能不能说不让车子进去停 不要破坏了我们把它灌 还没有使用的把它灌 公所建设会回应 工地的管理是属于厂商负责 不过公所也有说少数的民众 未贞得公所同意之下强行使用聚会所 以及破坏设施并也留下垃圾 目前聚会所已经验收完成 现阶段也由公所承担负责 我们会后会跟我们的交通队来去研理一下 就针对如果它是违法停车停在我们的公共产营内 而且它是飞停车场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法可罚了 公所也强调目前也有听取部落族人意见 未来要设置阻隔车辆进出的装置 不得将车辆进到聚会所 详细的内容会再跟部落族人做研讨 现在也会做好宣导不要再破坏聚会所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